坐在位置上吃便当 吃完了还有点心 果冻可以拿 小朋友露出满足的笑容 而教室里更是充满 小朋友的欢声笑语 大家开心作画 同言同语 兴奋介绍自己的作品 对于大人的文化完全不害羞 问到喜不喜欢 来到这 毫不犹豫点头 这是位在花莲上 崇德部落的云彩客府班 因为地处山腰 零四零三地震后 教室损坏严重 只能忍痛暂时停止课后辅导 但孩子们还是需要 大人们的陪伴与照顾 好不容易找到新地方了 没有课桌椅 又成为另一道难题 爱花莲爱心文化艺术基金会 伸出援手 当时候基金会 还有一些好朋友 共同来协助他们 那我们很高兴看到这边的孩子 每一个都很开心 希望未来都能够持续的来协助 相关需要帮助的一个团体 基金会协助募集资源 捐赠课桌椅 让孩子们暑假期间 能够继续来到客府班 参加客府班已经有八年的时间 现在已经是一名高中生 来到这里有冷气同学 晚餐学习也可以更安心 云彩客府班对象 从国小国中到高中 主要都是中措生 单亲或隔代教养的孩子 一共26名学生 协助他们完成学校的作业 我觉得要有一个 要真正说有爱心 然后你要有耐心去陪伴你的孩子 就会自然而然去把他们 当我们自己的孩子 都会叫他们宝贝 不只是课业 生活上大小事 老师们用爱与耐心慢慢教导 不过更换使用教室 需要租金一个月一万三千元 目前只募集到明年五月 希望能有更多企业润养 让孩子们可以得到好的生活教育 TVBS新闻高志宏 何可言花莲采访报道 做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